中共喉舌报防风辉落马原因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员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冯峰辉因涉嫌刑惠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查机关依法处理除了冯峰辉1月3日陕西省副省长冯新柱落马1月4日山东省副省长记乡且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指出 2018年开年不到十天几则大老虎落马的消息相继公布再次体现了中央的反腐败决心 文中指出中共反腐的态度是无禁区全覆盖林荣忍中共十九大后接连公布的卢伟刘强张杰辉冯新柱季香齐等五名中管干部落马的消息打破了有的人认为反腐败会喘口气歇歇脚脚的幻想 另外十九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今日开幕必将透露新的反腐动向中共打虎的脚步不会停歇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1月10日在头版刊发文章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指出 查办防风辉案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鲜明态度 评论说 防风辉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 本应以身作责 带头践行党的宗旨 但他动摇理想信念 背弃党的宗旨 政治上变质 经济上贪婪 完全背离了党性原则 严重玷污了党 军队 领导干部的形象 习近平曾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当前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供固压倒性态势 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 必须坚如潘石 因此 防风辉等落马 人民日报海外版强调 这一系列的打虎行动 体现的正是党中央坚如潘石的信念 另外 2013年7月的中央军委民主生活会上 习近平就说了一段大白话 军委的同志身居高位 全军官兵在看着我们 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 为人是否正派 做事是否干净 这是事关党和军队形象的大问题 我们要清廉自律 坚决不搞特殊化 坚决不搞特权 坚决不搞不正之风 坚决不搞腐败 只有给全军做出表率了 我们抓全军作风建设才有底气 自己不节点 不清爽 不干净 让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的 怎么去要求人家啊 没法说 说了也没用啊 对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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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